嗨 我來了 ETV的朋友們 你們好嗎 我是對了叮噹 這次很開心喔 終於發行我的第五張國語專輯 叫做未來的情人喔 其實未來的情人呢 就是對自己的一種期許 渴望 然後夢想 但是對於我現在來說 我的未來的情人 就是能夠站上更多的更大的舞台 然後可以擁有更多的歌迷喔 很開心 非常謝謝大家的不斷的支持 鼓勵 當然我覺得 有時候一個人就要去 經歷很多很多的挫折 這樣才會成長 然後這樣也才會去懂得珍惜 所以呢 也要謝謝我身邊這一路走來 然後 像很多大馬的好朋友們啊 像幫我寫了 我愛他的威權啊 然後再次也幫我寫了 一半的阿管跟語恆啊 謝謝你們 我也會繼續加油 對於我目前的狀態就是 才剛剛開始 所以未來有很多的計畫 開演唱會的計畫 然後可以跟更多的好朋友 然後現場唱歌給大家聽的計畫 是動物 這一次也是有機會能夠 去英國 然後完了跟英國製作人一起合作 很開心 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男生 然後在錄音的時候非常享受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 第一次遇到國外的男生 然後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老師幫忙 幫歌手一直在倒水 這個感覺真的是有點 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然後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 就是給我很多想法的一個製作人 其實以前唱了很多的情歌 然後都是比較澎湃的 印象中大家每次說 我去KTV 叮噹你的歌好難唱啊 可是樂聲難唱 大家好像都還滿愛去挑戰的 但很開心 因為大家好像對我唱一些 比較高亢的歌 都印象比較深 特別像《我是日小小鳥》 那我希望這一次的張專輯 為了情人呢 因為我都希望可以每張專輯 讓大家聽到一些不一樣的音樂 所以這一次 在這一次很多的情歌的部分 讓大家聽到一個 更內斂 更內在的一個叮噹 每次都填滿 別來提醒 我多孤單 我幫我做激 Juryn的歌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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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